南京语人《山海经》记载之不死鸣 介绍 语人 顾名思义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翔的人 与其他神仙不同有翅膀 最早出现于《山海经》称语名 王冲称身生羽翼 变化飞行 识人之体 更受爱意行张华说体生毛 必变为义 行于云道教将道士称语式 秦汉时期成仙风气盛行 人们渴望跨越死亡 涌驻神仙园居的乐土 语人因身有语意能飞 与不死同意 因此汉代墓式壁画上出现了大量表现生仙的场景 尤其是语人引导的成龙飞生图 如洛阳西汉后期补千秋墓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西汉晚期墓 乐游园西汉晚期壁画墓等 此外 洛阳博物馆和开封式博物馆都收藏有生仙画像石棺等 这一时期语人与道教关系密切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佛教传入 佛教对道教的依附与借鉴 与人含义和造型逐渐变化 先变成能升空的神仙 后来演变为飞天 飞仙和天人等佛教形象 佛教对道教与人进行改造和取代 逐渐完成了由道教佛道混合 佛教成为主流信仰的过程 而南朝墓葬壁画中的与人和神仙 代表了这个转变过程的中间阶段 具有成前起后的重要意义 南极与人的起源 南朝壁画墓主要分布在江苏 湖北 河南 浙江 福建 云南和四川等地 包含羽人和神仙画像的约二十座 主要有丹阳建山荆家村墓 湖桥无家村墓及赫仙澳墓 长洲七家村墓 田舍村墓 南京西扇桥公山墓 河南邓县学庄墓 湖北襄阳甲家村墓 福建闽侯南与南其墓等 考古资料对羽人的称呼大致相同 如池节羽人 捧柏山鲁羽人 捧丹顶羽人 细虎羽人和细龙羽人等 但对神仙教法不一 称仙人 天人 神人 非天和非仙等 由于天人 神人 仙人与神仙在古代中国神话和宗教中 只修炼得到长生不死的人 或只能达到至高神界的人物 顾本文这几个名称通用 南极羽人的特征 南朝壁画中的羽人 与汉代壁画上的羽人 有着前后承袭关系 但两者又有很大不同 也与汉代七器 铜镜 陶冠 墓室和观果墙壁上 彩绘或刻画的仙人形象大不相同 反映了汉代灭亡后 人们的社会理想和宗教信仰 发生了巨大变化 汉代仙的外形各不相同 有动物形 有人形 两腿腾跃 脸部有羊的特征 有些身材纤细 但大多数显得粗壮结实或矮胖 呈水瓶状 呆板僵硬 手臂和腿向外伸开 身体为90度扭转 而南极羽人潇洒自如 超凡脱俗 无翅膀就能漂浮在空中 与无道西晋时期 铜镜上的小飞人一样 被看作是早期佛教人物形象 羽人外形变化原因有 一 从汉代到南北朝几个世纪中 信仰在不断变化 二 信仰 艺术风格的地区差异 三 随着时代的发展 某些定型的特征似乎又有些不确定性 虎桥 剑山墓中与人对虎壁画 在墓室中占主要地位 因是代表了墓主人的思想意识 与只是方位的青龙 白虎一起出现 反映了长期以来 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宇宙观 成仙风尚与来世观念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三 四世纪早期的矮胖羽人 在造型上比汉代羽人有很大进步 1983年 江苏南京羽花台区 长岗村 乌墨进出墓葬出土的青瓷釉柚 下踩盘口胡腹部有两排 共21个持节羽人 身体瘦长 长满羽毛 头掌双脚 发际 细腰 双手持节 站在仙草和云气中 毕恭毕敬 虔诚无比 似乎在恭候着什么 与河南洛阳西汉 补迁秋木壁画中 那个相貌怪异 身披羽衣的方式 手里的节相似 因为三毛节一种幸福 除天子赏赐大臣外 方式或神仙的使节也可以持节 徐州虽宁九女敦 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 和湖北襄阳贾家村墓 也有类似的持节仙人 头上长脚的羽人 则建于成都凤凰山出土的 汉代画像石上仙人对异图 羽人周围的仙草 可看作葛虹所称的黄龙枝 草丛中盛开的花朵 可能是一种长生不老植物 从它毛茸茸的外形判断 可能是神仙喜爱的猪猪草 孙卓云认为 他是汉代身披羽毛大厂的魔术师 或扮人扮仙方式的福一种证物 用来鉴别他们作为天堂使者身份 被派往人间迎接死者 因为道教特别强调 成仙必须感通仙观下降接引传说 南齐贵族墓的新型仙人 天人和神仙 与以前形象和功能大不一样 虽然也与道教各宗派关系密切 但并非代表某个神秘教派 而是对传统进行改造后的墓葬形象 与印度或中亚佛教逐渐中国化过程 没有太大区别 如刘宋时期 佛教造像中的佛语飞天 南朝壁画墓主人 可能是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信徒 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还可能是道教毛山派 或领保派的追随者 对两派教义都感兴趣 都在寻求打开未来真理之门的钥匙 在道教流行的丹阳 诸州 贵族信徒很多 刘宋 南齐统治者包括在内 陶宏锦456到536年的上清经 在这一带特别流行 陶氏从南齐朝廷退隐 也练丹药 祈求长生不老 陶氏对旧经文进行了改革 让仙人下凡访问世俗弟子信众 新型仙人相貌优雅 光鲜生动 住在天宫里 而不像先前的仙人住在树洞里 葫芦里或山洞里 他们悠闲自如地悬浮在空中 手挽手漫游 聚集在罗沙盖下 曼洒香雾 登上紫殿 刻注于笛声 隐行高歌 特征 东汉后期 人们幻想超脱生死两界 便对佛教涅槃产生了浓厚兴趣 道教白日升天 极身成仙的说教渐渐失去市场 道教不得不改革 借鉴了佛教内容 极身成仙变成灵魂升天 来是成仙 王仲书认为 中国早期佛教是与方式们此次神仙之类混合在一起的 佛教的推行往往依附于神仙道术 表现于佛教人物两侧 经常侍侯东王公和西王母的羽人 代替了左右邪式 这是佛道混杂的现象 即按照神仙图像的旧方式表现新佛教图像 模本 与捍卫造型相比 南奇神仙具有更多人的特征 身材心长优美 他们在云中漫舞 以镇定高贵的仪太降龙俯虎 仙人上方飞翔着天人 柔美的脸呈椭圆形 似为女性 方恶 高比者为男性 他们薄衣宽平 无语毛义 仍然显得很轻 漂浮在空中 被烧躯 膝盖优雅地弯曲着 悠闲自如地漂浮在空中 裙带在风中飞舞 仪太端庄大方 单阳仙人形象的变化 源于佛教信仰及其法器的传入 他们外貌上既不像北魏以前 同镜上的小飞人 也不同于北魏以后佛教飞天形象 他们的前身可能是敦煌272 257洞窟壁画上 那些不符合解剖学比例的人像 霍云刚石窟五世纪晚期 面部丰润圆满的飞天 而六 七洞窟的飞天姿势别扭 制作粗糙 没有美感 显然不是单阳木那些田径客戟 彬彬有礼 举止高贵仙人的魔本 形似 与南奇木新仙人形象相似 时代相近的佛教造像 在南方亦有发现 如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公元478年的流金童佛像 蜀流宋王朝统治时期 做佛头顶大背光 背光边缘有五位镂空飞天 他们两两以盛开的莲花为间隔 身穿长袍 长裙飘逸 似乎有阵阵看不见的清风 支撑他们漂浮空中 陕西出土的 公元471年的石佛像背面浮雕上 也有时代相近的小飞仙 其中两人穿裤子 一人身披印度式长袍 一人穿中式长袍和印度式裤子 身体向一侧弯曲 形成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角 做起脚长袍 对抗着地球引力 虽不如南方飞天向上翻滚的袍服 但飞舞的披肩 也使观众感到风筝从四面八方一起吹来 象征符号 上述丹阳神仙和飞仙没有身体翻滚 衣带漂浮 花节等典型佛教元素 但仍然传递出急速运动的感觉 因此 不管佛教信仰对中国人死亡 与来世观念影响有多大 南起木飞仙形象 既源于南方无西境早期形式 也属于北方五世纪佛教艺术的产物 造型最相近的 留宋佛教造像 出自南方作坊 受佛教艺术直接影响较小 受社会捐助集团价值观念影响较大 这一点也表现在 南方其他宗教的墓葬艺术中 中式长袍 腥长身材 肘不仅靠身体 盘旋漂浮的衣裳 这些新型天人 成功地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权威地位 具有身高的定力 漂浮在更高的王国里 由平衡 高贵得体与和谐 所产生的新定力所控制 这是早期传统人像 所不具备的特征 这些天人长期以来 被看作是本土道教信仰 具有的象征符号 影响 南朝专雕化的羽人和神仙 反映了道教佛教 和地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凌空飞翔的南方贵族 受敦煌飞天影响明显 如249号洞窟南 北墙 西卫 535到557年 壁画上一位身穿中式袍服 优雅自如 虚身翱翔的道教天人 正给佛教讲法者表示效忠 这些传统人像 可以被解释为 佛教对中国征服的图像表现 也是南方地方文化 和土著贵族集团 对佛教进行反征服的标本 素白认为 是南方对佛教改造基础上 反过来对北方产生影响 洛阳北魏晚期 藏具的画像 还明显反映出 一些来自南方的影响 如生仙画像中的 仙人驾驭龙虎的题材 应与南方一代 南朝墓葬中的 仙人引导龙虎的题材 有一定关系 北方很多地方 都发现了这类题材 如甘肃敦煌佛爷庙湾 九泉丁家闸五号墓的 羽人与生仙图 陕北汉代画像时 神墓大宝当二十号墓仙人 河北磁县北齐墓 山西太原北齐墓的羽人 山东灵曲北齐墓神人 以及陕西西安安家墓的 飞天等 都与南朝壁画上 神仙有或多或少联系 表明南方与北方墓葬艺术的 相互影响 九州种族 分布在北陆宁州和一海来之隔的东陆兰州 多选择居住在大山脉的森林与高原中 种族数量 约为人族的十分之一 寿命 八十到一百二十年 羽人体型 有意识异常 由精神力大小决定 普通羽人一展为十五尺 在行走时和人类相似 但他们轻盈的身体 显得比人类更敏捷 满足特定条件时 可以飞行 此时在空中的移动速度 相当于普通鸟类 但羽人骨质过轻 体重大大低于人类 肌肉也很难强壮 在力量上叫其他各族多落很多 所以他们在战斗中 多热爱弓箭头枪这样的远距攻击 与人外观综数 普通羽人的外表与人类很相似 他们脸和身体 给人以温弱纤细的感觉 四肢细长 他们的身高比人类略高 但相差不明显 他们的肤色和发色比人类淡 通常留长发 眼睛的颜色有各种各样 但也普遍偏淡 如淡紫和淡蓝等 具有相当于第二层眼皮的透明顺膜 喜欢穿飘逸的服装 不喜一切笨重之物 背部的肩胛骨有一小点露出体外 称为斩一点 飞行时间 羽族在需要飞行时 可在背后拧出精神力结晶成的翅膀 停下后羽翼消散落下融化消失 在每年一次阅历达到最高点时 羽族举行盛大仪式 集体飞翔迁移或进行战争 平时他们也能飞翔 但是阅历的限制使他们无法飞高飞远 只能飞行数百米便会十分疲累 需要长时间休息 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或迁移 除了鹤学者 羽族的体重只有人族的三分之一 骨质中空 体型偏瘦 羽族极少会有胖子 除非他放弃飞行 所以在肉搏战中极弱 同时没有阅历的辅助情况下 羽族的体力耐力也是十分差的 羽族按对阅历感应可分为数个阶层 有些一年只能飞一次 约占羽族五分之一 有些每月月历最高点时 可飞一次 约占羽族大多数 有些每日均可飞一次或数次 为羽族三分之一 极少数能不受限制的飞行 飞行能力越低的羽族 被视作被下等的阶层 而那些与人族通婚 不能凝出一的混血 被视为无根鸣 飞行形式 在双月的影响下 精神力延期背部肩胛骨的 突出点散出 精神力之光芒凝结成一对精神体翅膀 控制精神力形成疫情的技巧 须经学习获得 否则精神力只是无规则的凝固 与人在成年后 约14到18岁 思维能力和精神力成熟 才能形成翅膀 当月亮的影响过去后 精神力会缩回体内 失去精神力辅助的意 激化成闪光细目消失 也存在可能个别碎片 没有来得及化镜 而被人找到踪镜 有时鹤学者羽族中的特殊战斗者 为保持随时飞行的战备状态 会耗费精神力维持羽翼不消失 羽翼固化时的形状一般为略透明的羽毛 按血统的不同羽毛透光度和色彩都不同 一般以纯色为高贵 贺血术 体质或血缘特意精神力强大的羽人 在受过被称为贺血 人足与阴翼 羽足与异为永恒的云的专门训练 可以常年保持翅膀不脱落 便于飞行 每次飞行持续时间很短 最强的贺血战士不能超过三小时的连续飞行 不然精神受损 下次将长时间无法起飞 不能负重 严重地将导致精神异消失 固化与吃脱落 这样的特异体质羽人产生比例为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 全九州最多不过数百 多数隶属于贺血团 这个组织大部分情况下为王师贵族所服务 地位很高 一些训练不成功的特质羽人 虽然具备在紧急时刻精神刺激下 长出羽翼飞行的能力 但这一次飞行以后 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再飞翔 一个血质优异的羽人 如果没有得到血贺术的传授 自己仍是无法成为常年飞行的贺血者的 贺血术无法遗传 虽然贺血团往往对贺血者的后代进行培养 但只有极少的人能继承父母的光荣 羽人的术与飞行互为干扰 休息星辰力数越强的羽人飞行能力越弱 居住和生活 羽人习惯住在森林中 房屋多用木头的材料建成 且不用铁钉 巧妙的结构使得他们的屋子十分坚固又轻巧 可以悬搭在大树上 少数建筑是由秘书引导树木的生长 从而以活的树木构成的 日常用品通常为木质 少数工具为金属制品 但也是和外族交换来的 羽族喜欢轻巧 不使用金属盔甲 即使由于战斗的需要 通常也只穿皮质盔甲 或由植物纤维金特殊处理 而硬化所制成的盔甲 贵族气息浓厚 崇尚精巧敏捷 不喜欢一切种的东西 比如种甲 种体力活 食物 羽族的食物主要来自植物 也包括少数兽类和昆虫 宁州森林中有几种囊树 庞大的树干中储存大量淀粉 是羽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 掉入水和糖浆食用 根据树星颜色分为黄囊树 青囊树和白囊树等 后来也被引种到兰州 另外还有多种果实 肉质肥厚的果树 羽人习惯将这些果实晒前保存 以便在非收获季节食用 因为羽族的风俗 森林中尽用明火 因此一些羽族是完全素食的 但也有羽族食用动物和昆虫 特别是需要体力的战士 喝生血是允许的 如需加热肉类 需在远离森林的地方 因为烹饪的麻烦 宁州羽族食谱中肉的做法很少 兰州羽族受人类的影响略为丰富 在近火的系俗下 羽族的照明是以发光植物或发光昆虫进行的 科学技术 羽族力量若崇尚轻巧 对于青木结构建筑很有研究 羽人配合森林而建的城市 从地到空中混然连接相弦 是艺术的奇观 因为专心建树 又懂得选用好木材 所以羽人建筑制造术很强 射程远而精确 对于青制藤甲皮甲的设计上也有传统 总之在青与远方面 羽人是最出色的 因为居住地的关系 羽人不使用马车 也没有骑马的习惯 他们因为身子轻 步行速度很快 文化 羽人善舞飞行日的风响点十分壮观 平里也爱歌舞 因为身体轻盈敏捷 羽人舞姬名扬天下 语言文字 羽族的语速很快 与人族文化融合较久 一般都会说人族的语言 羽族的文字是象形文字 句子由按不同位置排列的词语组成 像一幅简笔画 词语应在句子中的上下左右方位不同 而表示不同语法成分 词语间的辅助连线线条 表示词语间的关系 和句子的语气实态 最古老的典籍都写在树皮上 羽族普遍能使用 东路人类的语言文字 主要信仰 羽人崇敬天空传说中 有巨大神鸟把一个蛋送到巨树上 蛋中出现了羽人的祖先 所以树木和鸟类都是羽族尊崇的对象 森林羽族一般不允许砍倒整棵树 只在念祈求词后 砍取树木的枝部分 并同一棵树只砍几枝 好在森林中有无数枝干粗大的巨树 同时羽人也不涉猎飞鸟 因为这类信仰 羽人与高山森林另一边 汉州草原上的人类游牧蛮族 经常是格格不入 社会组织 各部族联盟的贵族议会制 有松散制联盟国家 设立王 但王室权力不大 重大事务由各部族贵族会议决定 羽族贵族或德高望重者 往往被称为 响者 这是羽族的尊称 但对于平民不用此称谓 羽人重负习血缘 家族高贵与否 主要由复习决定 等级 王族长祈司 典礼祭司 与官契向者 法术修习者 领 官员 又按职务不同 分统领 祈领 一领等 普通一名 无一名 羽人的礼节 十分繁复 羽族族人间 不太习惯使用货币 一般以物异物 在和外族交易时 才使用他们的货币 知识一般以树皮卷 及树皮树叶造的 黄叶纸记录 羽人国家中 有义名和无义名之分 义名就是羽人 无义名其实是 被征服掳掠的人类 或是羽族和人类的混种 他们地位低下 多为仆从和奴隶 田和纪羽人 第三王朝 都称为清都 人族羽 在羽族自以的羽言中 被称为齐格陵 第三王朝的王宫 为真陵宫 第三王朝 即在异姓王朝后 记起的羽姓王朝 婚姻 羽人婚姻制度 与人族相近 平民多为一夫一妻 王室及一些贵族 可以有多妻 无义名被禁止 与羽族通婚 羽族和人族通婚后 孩子随机继承 父母之一的 种族生理特征 但一个混种儿 即使生理上完全是羽族 也会因血统不纯正 而被拒绝在羽族社会之外 如果是生理上类似人类 则还是有可能 融入人类社会的 混种儿大多诞生在 人类和羽族居住地 混杂的蓝州 不被双方社会接受的 类人或类羽的混种儿 形成了无根明这一民族 结论 南极羽人是一个神秘 而令人著迷的生物 它们被描述为一种 具有羽毛的人类 拥有独特的能力和特点 尽管南极羽人的存在 仍然是一个谜 但它的传说和目击报告 继续引起人们的兴趣 和好奇心 南极州作为一个极端的环境 仍然有许多未知的秘密 等待着人们的探索 感谢您的观赏 河尬 河尬